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Paul 周路到周路英文一起讀 唉 這邊講的是一個 跟艾爾頓法環有關係的一個報道 他說的是一個四肢癱瘓的一個 前打火兄弟 打火弟兄 他竟然能夠用一個特製的搖桿 用嘴巴操作 用嘴巴操作 他就把這個遊戲給破了 好我自己本身打艾爾頓法環 打到一個女武士 那個女武士就拿一把長長的劍 咻咻咻咻動作很快 你知道我打了幾天才把他推倒嗎 四天 在這四天裡 我真的完完全全的 重新認識我自己你知道嗎 這個遊戲 毀了我這四天的人生 他讓我的自信心 從一個 那個高點跌落到谷底 從山頂跌落到谷底 我就把我的自信心 summon up起來 然後挑戰 然後被他痛載 痛載了一次兩次三次五次 兩小時三小時 然後我就不行了 我沒有我已經沒有任何一點點信心留下來 我覺得我覺得懶 然後就把搖桿放下 然後過了沒有多久之後 覺得不行他媽的我還要再試 我就又把它拿起來又打開 然後又試 就是不斷的嘗試以及不斷的失敗 然後 然後 It eats you inside 他仿佛在你的 就是吃你的裡面 吃到沒有剩太多東西下來 我都覺得我不要了 我打不下去 我要把這遊戲放棄掉 我沒有必要破他 我破了他也不能證明什麼 然後我看到這個報道 一個四肢癱瘓的人 把這遊戲給破了 我就覺得不行 我怎麼能輸給一個四肢癱瘓的人 所以我就又鼓起勇氣又打開 又繼續打 然後打到這一次沒有信心的時候 那是比剛剛還沒看過報道前的沒有信心還更慘 因為我都已經覺得 他都做得到 我為什麼做得到 再度鼓起勇氣一定要打下來 我都已經這樣了 然後我就是好心好神 把我的這人生中所有的 什麼 你可以想像的我裡面的東西 全部pull it out 然後還是失敗的時候 然後又想到我輸給了一個四肢癱瘓的人的時候 那個難過真的是沒有辦法去描述 你知道嗎 但總之最後 我還是又鼓起勇氣了好幾次 重新這個想像手機充了電一般 我再打一次 就就又挑戰了N次之後 終於把他打敗的時候 我就覺得OK我受夠了 所以這報道是4月2號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那今天是4月6號這時間 我看完這個報導 大概隔了一天才把它幹掉 所以在這四天裡面 我是第三天看到這個報導 又多花一天才把這個王幹掉 從幹掉之後到今天 我沒有再開過一次這個遊戲 我真的是受夠了 我已經身心俱疲 你知道嗎 好 總之我過了 沒有輸給一個四肢癱瘓的人 OK 所以這一個quadriplegic 這個詞就叫做四肢癱瘓 quad這個字就是四的意思 我們腿上有四頭肌 古四頭肌 那個就是quad 什麼四核心的CPU quad quad speed Anyway 他是一個中國的Chinese streamer 就是直播主 實況主 Beats challenging Elden Ring Elden Ring game using his mouth and breath 他用什麼 我們剛剛講到四肢癱瘓 他用什麼玩 他只用呼吸 用他的嘴巴 克制的 嘴巴用的搖桿 對不起 好 所以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內文說些什麼 他showcase他的skill 在那邊 一個video裡面 在bilibili這個網站 Demonstrate他的swift moves 輕快的動作 在幹嘛呢 Evade 所以他閃避一些oncoming attacks 從這一個非常惡名昭彰的困難遊戲 notoriously difficult games 7 main bosses 所以七個主要老大 七個boss 他就一一把打完 用video把他拍下來 notorious這個字 其實我們蠻常講的 就是惡名昭彰的 他絕對不見得一定是壞的 他也可以是正面的意思 所以notoriety是他的名詞 Evade就閃躲了 這應該沒問題 那他用他的breath這個詞 應該是下面吧 好我們再看一下 所以他先前是一個firefighter 打我弟兄 來自於山東神 He became paralyzed from the neck down After falling while on duty 好 所以他在on duty 也就是執勤的時候摔倒 摔了 摔了之後呢 他就從脖子以下四肢癱瘓 所以paralyzed這個字就麻痹這樣子 那from the neck down這個概念應該沒問題 那你可能會問有沒有from the neck up 有的 因為我想起了一個笑話 這個笑話是很多很多年前的笑話 我們這裡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笑話就是what do bottles of beer and men have in common 所以什麼什麼have in common就是有什麼什麼共通點 you and I have a lot in common 你跟我有很多共通點 所以一瓶一瓶的啤酒 bottles of beer跟men跟男人們複數 有些什麼共通點 好 因為這笑話真的很老 我覺得聽過的人希望是不多 答案就是這個 就很簡單 啤酒瓶 只會裝到脖子 他不會在脖子的上面還裝啤酒 所以他一定會有那個空間留下來 所以在脖子以上的啤酒瓶 一瓶瓶的啤酒是沒有東西的 男人也是在脖子以上都是空的 OK 沒腦 所以這句英文就是 they are both empty from the neck up OK 希望有聽懂這個笑話 應該不是太困難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什麼叫做 paralyzed from the neck down 從脖子以下都麻痹癱瘓了 在摔了一跤之後 the incident left him unable to talk for three years 所以這個世界讓他三年都不能講話 現在還需要ventilator he still needs a ventilator to breathe 所以breath的這個字是動詞 他需要ventilator才能呼吸breath 那名詞是breath 多講一個詞 如果說你今天口氣不清新 差點講的口氣不好 口氣不好是你講話不得體 或者是講話態度不對 不對我們講的是口氣不香 OK 口臭不好聞 呃 我們就叫他bad breath OK bad breath morning breath 早上起來的那種 好 你大概懂我意思 所以我們叫他bad breath 好 所以這裡應該沒有問題 我們再往下看 所以他需要呼吸器ventilator OK 那他還是能夠到現在他可以動他的頭 以及some parts of his torso 所以他躯幹一些部分已經可以動了 so good for him 脖子 躯幹 OK 然後一開始還得靠他媽媽才能夠動他的角色 he initially had to rely on his mother to help him move his character around 但後來得到了一個客製的嘴控搖桿 so after acquiring a custom mouth controller he cannot play various video games without any assistance 可以玩各種的video game 不用協助了 好然後他解釋了一下他用一些客製的一些編碼 用不同的一些breathing combinations 所以他的一些控制是用不同的組合式的呼吸 可能例如說兩短一長或什麼之類的 呼呼就是翻一圈 呼呼可能就是往前跑 我也不知道 different breathing combinations combination 以及用兩個管子 two tubes connected to his mouth 來 move his character in game 動他這個遊戲裡的角色 Alright 好再看一下下面這個字 他說他每天就花兩三個小時 he would stream for two to three hours every evening to around 80,000 fans 所以他會對八萬的粉絲來去做他的直播 那有些video已經得到了百萬點閱了 so some of his videos have already garnered millions of views 所以Garner這個字其實還算蠻常看到的一個字 只是我不曉得為什麼 在我做的影片裡好像看到次數不太多 所以Garner就是有去得到收集出場之類的意思 so he has garnered lots of support OK Alright 我們最後講一個這個片語 所以他現在就覺得 so I'm not alone like before 他現在不像以前一樣寂寞了 孤單 I am enjoying the happiness brought by live streaming 所以他享受著被直播所帶來的快樂 right 那除此之外他也覺得賺錢不錯 so on top of that I can earn money from it 我要講的就是on top of that 這個我們台灣講那個除此之外 通常就只講三個 一個叫做besides 一個叫做in addition 或者有to in addition to 那還有就是accept 或者accept for 那裡面老師光是講 有包括跟沒包括就講半天 可是現實生活中其實還有另外幾個 我不曉得為什麼我在高中就不太有看到教材裡面包括這些東西 那我在說的就包括有像apart from OK 那apart from是很難寫成靠題的 因為他既可以代表有包括也可以代表沒包括 apart from something這樣子 還有另外一個其實就是other than 也是一個我覺得現實生活中很常看到 可是在我們的考試中或教育中很少看到的 所以這邊有一個apart from我剛剛說的 還有就是other than 我照個例句試試看 你會不會 你除了中文之外 會不會任何其他的語言 so我會說 我當然會說 Do you know any language besides Chinese 這OK嗎 那你知道besides是對的 因為你會中文 所以包括中文 除了中文之外 你會不會有其他語言 Do you know any language besides Chinese right 那other than怎麼用 So do you speak any other language than Chinese Do you know any language other than Chinese 所以other than其實是一個很常用到的 生活中的一個除此之外這樣子 那我們就來到這一個on top of that 這怎麼用 這個是除此之外 他剛剛說的你看第一個 不再感到孤單 第二個 我可以從中得到快樂 除了這之外 我還可以賺錢 所以得到快樂 不再孤單 在他的上面我又可以賺錢 所以這個片語就是on top of that 這樣子 on top of that I can earn money from it 所以希望你也能夠接受他了解一下 說不定以後你也可以用用看 OK嗎 好 那就看有沒有人對愛爾頓法環有興趣的話 或許我們下面可以討論一下下 我應該真的不太會拿這個遊戲起來玩 我覺得不知道過段時間可能又會 你知道會有一種癢 那個癢是什麼你知道嗎 那我努力了這麼多天 把我的技術磨到這樣一個程度 然後把那個王打死 然後就沒有了 所以我相信玩魂系的玩家都會覺得 你可能會想再試一次 因為他遊戲前面 他這遊戲真的很賤 他前面有一些小王 你一開始被他打的死去活來的 然後可是這個小王到遊戲後期 他會變成雜兵 你那時候看到他就 噢噻這不是一開始的小王嗎 然後你就會想 噢現在他只是在路上隨便就要砍我 然後你就輕易的把他打垮 你就會覺得噢我進步這麼多 你就會好奇 如果你從頭把這個遊戲再玩一次 會不會有不同的那種順暢感 因為你會想要證明 你會想要證明 你要視乎一下 你會想看你嘗試 你會想看多久 你會跳過遊戲 與再一次玩對玩火 所以現在你就能有 更加強感 遮操敵敵 你有更加強力 你有更加強識 dissecting out 你的本人的攻擊 所以你也想要看 這些 hare的 miners 可以看了這些改變 所以可能正確有很好的理由 玩這個遊戲再一次 我覺得我應該會這麼做 只是不是現在 因為我現在還處於一個 剛剛才在 就是我還在一個burnt out的一個狀態下 我覺得要等到我重新 recharge了之後 再願意面對這個遊戲 可能還要一段時間 好啦 這個扯的有點扯太遠 不過反正 也是講了一點英文給你聽就是了 好我是Paul 今天講的不是艾爾頓法環 可是是啦 講的是一個玩家 還記得這個四肢癱瘓怎麼說嗎 Quadriplegic OK Quadriplegic OK Quadriplegic 四肢癱瘓 Paralyzed from the neck down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OK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